老师付出心力指导科展 但是教育部日前修正科展实施要点 引发教育界反弹 2024年1月1日起 中小学的老师若要指导科展 必须先上三小时的学术伦理课 而且必须缴交上课证明 才符合报名指导的资格 这让高中老师怒批如此大动作 疑似是为了台大论文们的通盘检讨 另外师大附中的老师也不满 认为已经指导科展20年 还被强制要求上学术伦理课程 更直言为何陈明通犯的错 却要中小学老师来承担 犯错是少数的人 结果你要全部人都去承担 在指导学生来讲 要额外付出多少努力 结果我还要去上三小时的课 没有必要 就有点老名 对此教育部作出回应 这回修正是因为 今年8月科展评委的建议 与近期发生的大学论文事件 完全无关 只是老师热心指导科展 如今却变成资格论 已经足以让教育界全面炸锅 借理晴 王家喻台北唱报道 我是陈怡荣 播报工作就像是突发新闻 你永远不会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而棚内的第一线 总是充满刺激与挑战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锁定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并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和开启小铃铛喔